一个妙方清理全身的鱼斑 便宜有效 收藏好处大了去了 大家好 我是赵语浩教授 中老年朋友啊 年岁大了以后 容易出现动脉硬化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 对于缓解动脉硬化 只要你辩证对了 就能让大家少跑医院 少花冤枉钱 如果你也正被动脉硬化 血管斑块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所困扰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打出帮助两个字 我来给你做达语解惑 中医辩证呢 动脉硬化很大一部分啊 是属于痰瘀护组类型的 这种情况下呢 临床上用至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 常用以下这个方子 有单身10到20克 373到6克 香参10克 橘红10克 天麻10到20克 山楂10克 这几位药呢 对于痰瘀护组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 效果非常的好 如果你也觉得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个小红心 我就是你身边的家庭医生 有问题 随时可以和我交流 一个方子降血压花十几秒钟看完一定是不亏的啊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压高降不下来 不要怕 有这个方子啊 可以帮助你打通经络 轻松的去降压 下面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个可以帮你平稳降血压 使身体变得更轻松的方子 用西鲜草30克 下骨草30克 糖白勺30克 玉米须30克 葛根15克 单身30克 当归20克 脚骨蓝30克 黄金15克 生龙骨30克 生母粒30克 这个方儿 它是有平肝浅阳 清肝泄火的作用 特别是对降血压 改善血循环 有明显的疗效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的朋友呢 值得你去试一试 需要注意的是呢 方子虽好 但不适合所有的人啊 如果你也想用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来帮你辩证 选择最适合你的健康方案 三味药当茶喝 用来改善脑供血不足和脑梗 脑供血不足啊 不要怕 三味中药呢 可以帮你改善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如果你经常会出现 手脚的麻木 头痛头晕 说话也不利索 这些情况 不要担心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味药 放在一起呢 煮水喝 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些症状 大家点赞收藏起来 以免呢 用的时候你会找不到了 第一位呢 就是吃勺 它具有很强的 活血化淤的作用 可以改善血栓 脑动脉硬化 这些问题 第二呢 牛膝 它可以强健 筋骨 活血通过 尤其是穿牛膝啊 适合血管内有淤堵的朋友 第三呢 可以补气生羊 生精羊血 以上三种呢 需要医生根据你的情况 进行辩证 选其中一种或者是几种 坚持吃一段时间 身体就有明显的变化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我来给你做一个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三味药煮水喝 血管从头痛到脚 人人都用得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这三味药呢 首先就是单身 是入入心肝两经 是活血化瘀的药药 单身首先是呢 进入我们身体里边 把瘀质给化开 瘀血散开了以后呢 气血流通的就正常 前人称它是一味单身瘾 共同四五汤 它不仅仅化瘀质 同时它还可以有补血的作用 四五汤就是补血的嘛 把这个瘀质去除了 道路畅通了 你才能够让心血而生成 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第二呢 就是弹香 弹香气味是心香的 心香之气就善于走窜 上可以调到肺气 下可以调脾胃 心香之气呢 就可以解散 淤血淤质 就通畅一身的气机 第三位呢 就是沙仁 沙仁性质是温的呀 气味芳香 可以有健脾化湿 行气温中养胃 这个作用 还能够帮助我们里气散寒 和弹香搭配 可以增强里气的作用 散寒止痛 这三位药合用啊 就是组成了著名的单身瘾 可以呢 把我们周身的气血都打通 气机通畅 淤血消散 气血也就流通的更畅快 外邪没有了 血管的淤堵 畅通了以后 气血就更充足了 不过呢 要注意一点 如果想用这个方子的话 有两个前提 第一呢 一定要对症 第二呢 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加减 用量上加减 如果你也想用的话 可以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我来帮助你 三味药 直达病灶 让脑梗 无处可逃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近年来呢 脑梗的发病率和瘫痪率 在逐年的上升 越来越呈现出 年轻化的趋势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情况呢 今天我就用专业的医学知识 给大家说一说 脑梗的病因在哪 而且要告诉大家呀 我们有三味中药 可以直达病根 快速缓解 在中医里呢 脑梗又称之为中风 是因为发病的时候 特别突然 也称为促中 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肝肾阴虚型 气虚血淤型 弹湿中阻型 肝阳上抗型 这四大类 中医呢 针对脑梗 主要是用 活血化瘀型剂的方法 临床上常用的 这三味药是 穿胸 红花 赤勺 其中穿胸 是活血型剂 去风止痛 又能够活血化瘀 是中药里边 治疗脑梗的一位 特别好的常用中药 那治疗脑梗呢 我在临床上 也经常的会使用 如果你也有脑梗 后遗症的困扰 想要尽可能的 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 编辑好 发给我 我来给你提供帮助 找到最合适你的治疗方案 不管是高血压 还是高血脂 都不用到处求医问药了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所有的高血压 高血脂 关心病的朋友 可以看过来 滑走 你肯定会失去这个机会了 无论你是心慌心悸 胸闷气短 还是心脚痛 都不用到处去求医问药 我都可以一对一的 给你解答你的问题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对于临床上的心梗 脑梗 心衰 斑块 高血压 高血脂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愿意教我这个 医生朋友的话 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把你的问题发给我 只要我看到你 都会为你一一解答 两句心理话 送给有颈动脉斑块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今天有两句心理话 要送给颈动脉斑块的朋友 第一句话呢就是 大家的钱呢 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如果你有颈动脉斑块 低密度脂蛋白高 肝油三脂高 这些心脑血管的问题啊 也不清楚自己的情况 到底是否严重 可以把详细的症状和报告单 发给我 不用在坐车呀 排队呀 车马劳顿 花这些冤枉钱了 我会给你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 第二句话呢就是 我希望看到一些粉丝朋友说 自己的身体有了好转 症状缓解了 这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做科普之所以坚持到现在 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点我的头像发给我 我来帮你解决实际的问题 两味草药帮你疏通多年的血管堵塞 疏通了经络以后 有很好的止疼作用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大家都知道血管堵百病生 血管一通呢 浑身都轻松 解决多年的血管堵塞 这两味药一定要知道 今天呢 我把这临床上常用的疏通血管堵塞的这个方法告诉大家 如果屏幕前的你也有血管堵塞的情况 可以大胆的点我头像进来 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我来给你提供帮助 那这两个药是什么呢 五菱脂和普黄 五菱脂呢 是有化瘀止痛的作用 普黄生用可以活血化瘀 两个药配合是著名的历史名方叫 失效散 常用于治疗 关心病 高血脂这样的血管堵塞的情况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呀 中药都是祖方配五使用的 如果这两味药呢 没有解决你全身整体的情况 还有其他的一些辩证不到的一些缺陷的话 没有整体治疗 可能效果会不如人意 那个时候你就需要整体的考虑辩证治疗了 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整体调整的话 也可以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我来为你辩证分析 一天一片阿斯比林 身体瘦得了吗 下面这两类人群是坚决不能长期服用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阿斯比林呢 是一种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 临床上一天吃一片 用来防治心脑血管的疾病 但是呢 阿斯比林的副作用也是相当多的 下面这两类人群呢 是坚决不能服用的 看看你是不是中招了 第一类呢 就是高出血风险的人群 以及啊评估以后说你的出血风险高于血栓风险的患者 如果是有消化道的溃疡 消化道的出血或者是其他部位的出血 这时候你再服用抗血小板的药物 就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所以长期服用阿斯比林会增加出血的风险这件事 你一定要记住了 第二超过70岁以上的人 小于40岁以下的人 需要根据身体的实际情况再服用 屏幕前的你如果还要想更多要了解的 是不是觉得中药对我们血栓的抗凝血作用和活血化育更好 2023年好消息 让心脏病远离你看了 你就会受益 那不管你有心慌气短 胸闷胸痛 头晕耳鸣心率失常 关心病心脚痛心梗这些 心脑血管的疾病都不用再担心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临床工作40余年 现在呢在这个平台上 为心脏病的患者开通一个绿色的通道 解决你的实际问题 如果你也有心脏病的困扰 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然后点我的头像 进来写下你的问题 我来给你一个专业的解答 2023年脑梗的患者 看完这个视频 你有恢复的希望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你是不是也总觉得头晕脑胀 全身各种的不舒服 或左边或右边半边肢体的麻木 手脚没有力气 甚至走几步路呢 就会觉得走路都是飘着 脚底下没根跟采棉花似的 眼睛干涩 事物不清 有些时候呢 还会手脚都觉得有麻木的现象 舌头也麻木 说话也不利落 吃饭的时候还容易出现流口水 吞咽的困难 这种情况有的人持续了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 反复呢 各处去看 没有什么结果 视频前的你如果也有这种情况 不要再耽误了 血液循环不通畅 使大脑的血液供血不足 中医认为呢 出于这种气质血液经络受阻的情况 它会对你的身体呢 有更进一步的侵害 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点我的头像 向我提问 我在这里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种菜不要碰 防止血压升高 早了解 早预防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高血压的患者呀 除了吃降压药 平时一定要注意 在饮食上 最关键的把嘴把住了 你的血压就不会升高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一种菜 你不要碰 你猜猜这是什么菜呢 可能脑子里会想啊 那么多绿色的蔬菜 但是我要说 那就是咸菜 这咸菜你千万要少吃 咸菜呢 是一种含盐量特别高的食物 长期的如果食用咸菜 非常容易造成血压的升高 这一点呀 很多北方的同志 真的不知道 当得了高血压 你在问他饮食习惯的时候 每天还必备 吃着很多好吃的咸菜 咸菜好吃 但是它会增加血压高的风险 你记住了吗 人体自带的四种保药 全在手上 长按这几处 非常有好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的手上啊 有四个穴位 经常的按摩呢 好处特别的多 大家可以点赞 保存好 转发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 这第一个穴位啊 就是我们的劳工穴 手掌自然的握紧 中指所对的地方 就是劳工穴 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气血 更能够充足 第二个穴呢 就是神门穴 我们的万恒纹 这个地方的小手指端 这个位置 就是神门穴 改善我们的睡眠的质量 像心烦 心慌 健忘 头晕 都能够通过这个穴位 去改善 第三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那内观穴呢 是一个止疼的一个穴位 它可以改善我们手臂的疼痛啊 头痛啊 以及胃的不舒服 对晕车呀 恶心呕吐 都有缓解的作用 第四个穴位呢 就是在万恒纹下面四指的支钩穴 这个穴呢 是一个通便的穴位 如果说大便干燥啊 或者几天没有变了 把这个穴位多按一按 它可以有通便的作用 对于心脑血管的人来说 通便是最好的对身体的一个解压 让压力减轻了 对心脑血管可以起到一个缓解 不发生危险的最重要的途径 你记住了吗 如果记不住的话 可以关注收藏起来 我会给大家持续分享 健康实用的小知识